鬼才导演王嘉明挑战莎士比亚经典理查三世 即将在TIFA台湾国际艺术节登场 沙翁将这位英国君王刻画成一个 矮小丑陋充满心机的独裁者 但是随着很多考剧出现 不少人最近重新赋予他不同的定位 但是王嘉明说 他不是要将理查三世从坏人变成好人 而是还原为一个正常人 一个在复杂的政治权利关系中的人 他要以此句对照台湾当今的政治生态 战神抚平眉头紧促的深沟 不再跨上战马勇猛冲锋 现在战神改溜入贵府辣妹的相规中 提枪上阵将头深埋入深沟 拥抱接吻脱衣抚摸 在床上继续冲锋 这是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 在2015年TIFA推出的作品《理查三世》 导演王嘉明诠释的《理查三世》 没有真实的演员 仅仅透过偶的物件 呈现跟世界之间的冷漠关系 就是在台词上面 它所有的台词都会押韵 然后因为我觉得中文的韵 或者它的声音 基本上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怎么样把莎士比亚变成一个 就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语言性 因为其实像传统戏曲都是 所有的那些词其实都是有它的韵律在的 王嘉明把剧场打造成 类似一回的原型空间 使用即时影像以及人偶同台的交错变换 让演员用双簧方式演出 重新挑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以历史解剖剧场的概念 提供观众重新思考的角度 就是演员他前面是肉身 然后另外演员在后面是帮他配声音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意义上面来讲的话 就可以说是 就好像我们平常觉得我们所认同的 不管是国家或是我们的一些身份 我们说出的这些声音 或是这些价值观 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还是有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组织在那边 看着我们帮我们配声音 让我们觉得我们讲出来这所有的 不管是情感情绪 或是觉得我们真实的感受这件事情 是真的吗 这些呼隆小孩的商业逻辑 跟污蔑抹黑的事情 就是我被抓进监狱的原因 你不用觉得亚语 抹黑是政治长久以来的传统记忆 挑拨是兄弟戏长前的标准情绪 沙美剧团透过理查三世 重新诠释四百年前的杀翁作品 要唤醒观众的历史意识 以为他在用内的侠缺 好 不愿意 不愿意 跟沙悲 转 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